墨西哥博会上展出了两具疑似外星人的尸体 而且他们还公开了强有力的证据 那这两具外星人到底是真是假吗 从视频中清晰可以看出两具微小的外星人遗骸放于展示柜中 五官清晰头部细长嘴巴凸起 每具尸体都是双手双脚并且每只手有三根手指 根据墨西哥不明飞行物学家杰米莫桑介绍 他们是2017年在秘鲁的一座硅藻矿中被发现 并不是在外星飞船遗骸附近找到的 这也意味着他们是两具外星人化石 后来专家根据碳14寸棉法检测发现 两具遗骸距今分别有1800年和700年 此次墨西哥国会上发布这条重大消息 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就是外星人 因为专家采用先进的仪器对两具遗骸进行X光检查3D重建和DNA分析后 发现一个惊人的信息 他们体内超过30%的DNA样本是未知的 并且DNA显示他们和人类没有任何关系 不仅如此 墨西哥国会还公布了专家对尸体的射线 显示其中一具尸体内存在鸡蛋大小的脑袋 以及稀有金属植物 这种稀有金属地球上十分罕见 通过以上种种强有力的证据表明 墨西哥国内专家一致认为他们就是外星人 可随后网友质疑这和1982年上映的好莱坞电影一体形象过于相似 于是又让人对他的身份质疑起来 那你觉得他们究竟是真的外星人还是假的吗